大家好 我是習 話說連登有網友出了一個Po 而這個Po就是指控Rose Ma 有經營這個無牌的女博餐廳的嫌疑 現在我們就來簡略講一下 出Po的那位連登網友 對Rose Ma經營這個無牌的女博餐廳的指控 首先這個網友就提到 Rose Ma在1月的時候 就在銅鑼灣開了一間女博餐廳 之後這位網友就提到 在3月的時候 一眾的網民揭發 Rose Ma所開的這間女博餐廳 並沒有持有食肆的牌照 然後有網民經過不同的途徑 去向食環處舉報 而食環也有作出一些行動 就是檢控了Rose Ma的這間女博餐廳 之後4月開始 Rose Ma這間餐廳就開始裝修 並且暫停營業 直到最近這位連登網友 就發現Rose Ma多次在IG 暗示她這間女博餐廳 將會重開 而Rose Ma女博餐廳的IG 亦都表示他們的員工正在排舞 練習中 我想應該是在女博餐廳裡 可能有一些舞要排 我不清楚 因為我未去過女博餐廳 想他們亦都準備重新營業 應該是 但當這位連登的網友 再上去食環處的網站看 想看看這間餐廳到底是有沒有排 發現依然是沒有的 即是沒有排 即是未拿到 可能我不清楚 這位網友就檢查日子 檢查有沒有排的日子 就是6月17日 當作一個補充資料 之後這位連登網友還說到 他曾經去過Rose Ma女博餐廳的IG 查詢過關於非法經營的問題 但那位連登的網友聲稱 他的留言被人遞了 他的意思應該是 這間女博餐廳的IG 負責人遞了他的留言 我不知道是不是Rose Ma 接著他的AC也是被封鎖 其實有機會是Rose Ma遞 我想他這些IG都難說 我就不評論那麼多 總之他這樣說 我還要說出來給大家聽 他的留言就說被人遞了 以上就是連登網友對Rose Ma 在無牌經營女博餐廳上的指控 不過其實這個Po還未完 指控完Rose Ma去無牌經營女博餐廳之後 Po下面還有提到一些 對Rose Ma在其他事情上的指控 例如之前的細胞那件事 就是什麼過一晚夜 殘酷異選一個事件 以及關於Rose Ma在女拳的問題上 有雙重標準的嫌疑 如果大家對這兩件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Sigma哥哥的頻道 看一些Sigma哥哥的影片 有講述這件事 關於電競裡的女拳的事 或者看紫綠泥瑪的YouTube頻道 都會有這些事 都會講述Rose Ma這件事 可以追回這兩件事 可以看完這些影片之後 簡略講完這位連登網友的指控之後 我想講一下這位網友 他指控上面的一些重點 其實指控的重點大約有三點 首先就是這個無牌經營的問題 這位連登網友 有在Po放了一條食環柱網頁的連結 當是一個證據 就可以讓你看到 到底有沒有牌 那條街 因為那條街好像是波斯庫街 你可以看回 第二個點 就是關於D留言 和封鎖這位網友的AC的問題 他在講這件事 意思就是暗示他想滅聲 而第三點 涉及到魏女拳和雙重標準的問題 大家看這件事我真的不熟 女拳的東西我不是很懂得說 因為我始終讀得輸少 這些比較複雜的概念 我就可能不太熟 即是不想亂講 是誤導了大家 即是我不想說 因為我可能亂講 因為我講錯了某些東西 而可能令到大家那件事的判斷 會有不同 叫做一個誤導 我不想發生這些東西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了解多些女拳的東西 即是關於在這件事上面 講關於Rose Ma 魏女拳 雙重標準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找回Sigma哥哥那段片 你可以在Youtube搜尋Sigma 然後隔一格或隔兩格 鋁拳 你應該會找到那些片來看 可以幫大家了解這件事 和他講得更清楚 給我一定是 大家可以找回Sigma哥哥的片來看 那今天關於這件事 其實都差不多了 我今天其實算是一個 我想算是整合 一個小小的整合 我都知道是有些甩漏的 因為其實坦白講 他其實是把幾件不同事序的事 綁在同一個鋪來講 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感覺到有點亂 我盡量去做 還有呢 有些關於藝女拳的概念 大家除了看Sigma哥哥之外 有一個Youtuber 叫說書客 他都有講過 講關於不同流派的問題 關於女拳主義 大家都可以找回來看一下 令到大家對這件事有更多的幫助 差不多了 這個當作是一個小小的整合 如果有什麼甩漏的話 歡迎各位網友留言去指證 今天節目的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 各位 拜拜